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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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hello 在这个视频 我会介绍 这个 Provenil 这个是两房 两房的 property 田字屋 在那个corner位 有两条大街 那个corner位 前后花园很大 我想你们都记得 那这家屋 就差不多 有很多reddit 给租客 那么 这个transformation 是很大 最初 这家屋很旧 是老人家 去了另一个地方 休息 不会回到那些地方 这家屋 不过不是在家 记住了 不是在家里去休息 Anyway 这家屋是很大的transformation 那时候 这个bathroom 其实这个bathroom 我会跟你们说每一件事 这个bathroom那时候有个浴室 是很DIY的做 搞到好像很窄 这家屋 其实这个toilet也不是很大 这个是standard size 或者比较小一点的standard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换了bathroom 这个bathroom又不是订造 是特别短的 特别短的 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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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那时候 做的手工 很多人在英国 蘇格兰 我们叫做 很流行DIY Do it yourself 在我来说 就是Destroy it yourself 那么它搞到这家房 就是很多东西做得不好 那我们就会和它配置一些位置 黏一些东西 补锅 太多小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我们可以安装好 而且它的门 安装得不好 我们和它安装好 安装好 安装好 这家屋 所以 这个 sorry 游了这家房 所以明显了很多 实用很多 那些设置是OK的 那我们或者 去 就是 带你看其他房子 的transformation是如何 最大的transformation 其实就是 厨房 你跟我来厨房 厨房 我们全身拆掉 OK 拆掉 这样 就安装了新的厨房 在这里 我不讲的 Course 接下来 我做完 这个project 有个project course 整个 就是整个 过程用了多少钱 那些东西 那现在 这个是modern的颜色 用了modern的柜柜 我们全部 integrated 是很modern的 这个厨房 真的是香港尺寸 很窄 我差不多碰到那两部墙 那 洗衣机 还未安装 写柜 放在这里 水盆是特别小的 就是炸 其实这里很实用 很 modern 最大的工程 最大的cost 在这个project 来说 就是厨房 这个瓷砖 也是我们新贴的 最大的工程 我都说 好像厨房 OK 我们现在去厨房 好吗 Josa 我们去厨房 好吗 厨房 之前用了来做睡房 我想回 为什么用了来做睡房 是因为这里 不是对着街 是静一点的 不过没有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配合是不对 应该这个是厨房 厨房要大一点 厨房要有吃饭桌 之前吃饭桌也没有 这个房子 以前这里有个书架 我们拆了书架 实用一点 现在 所有的房子 又白了 亮了很多 开放了 可以现在很自然看到 沙发 在这里 我们差一点沙发 电视机就在这里 好 接着一个花园 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或者你给别人看看 那花园 那花园 后面那里 很多草 即是树林 是我们的 我们将来找人去剪 还有 这个窗底那里 也是我们的 中间的位置 就是阿公 就是我们和楼上分 这间屋 都不同 如果我们看完 忘了跟你说 整间屋 地毯都换了 所以现在 是transform了 整间屋的地毯 都换了一个颜色 所以租客会很满意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房 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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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换了地毯 又白了 配上窗帘 而且这个楼 是租客 不是 租客 买家是留下的 那我们打算 也挺实际 不用 又要 投资者再去买 我们是 救回的 即是可以 reuse 那么 设置了床 在这两个位置 这个房间 就有两个single bag ok 那 好 我们去最后那个房 最后那个房 我们就放了个double bag 如果你可以进来这里 进来这里 我们放了个double bag 那里又有个衣柜 我们保持衣柜 换了地毯油 白了 ok 那么 这间屋 应该未 finalize 租金 是大约 五百四五百五左右 租金 那我们应该是 还有什么要做呢 就是 要 设好那些傢俬 做一个final的清洁 那些电锯 要找一个 我们叫part test ok 那就可以ok了 ok 所以 下个星期 下一个video 我做完整个job 给你们看 ok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 麻烦你们分享 还有如果想了解我 有兴趣 对物业投资 在Glasgow 麻烦你 关职我 Thank you 是这样